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簡單來說 我們的主題就是影像評階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這標題 那我的話是 現在是台大志工的博士 昨天有人跟我認識 他聽到我是博士 他就素完起庭 甚至從念博士真的挺少的 那誰知識的增加 頭髮越來越少 那我們就把以下交給黃建 好 大家好 我現在是四大所以是大四的房間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提供我的slido跟slice的pdf 如果大家有要掃的話 可以先掃一下 好 看來有人在找 那我們就先簡單介紹一下影像拼接是什麼 影像拼接就不單純指向心頂 把左右兩張影像拼接 是需要去變形影像 例如放大 扭曲 然後對準位置拼接 那再嚴重一點呢 我們可能左右影像會有色差的問題 對 好 那所以我們特地選了兩張 有嚴重色差的影像 然後來做影像拼接的研究 那整個影像拼接呢 這個n2n的pipeline分為四大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會依序介紹 那pipeline的第一步是找出兩張影像中的特徵 然後再還能配對 那我們是利用sip演算法來提取特徵點 那sip的全名是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那這也表示尺度不變 是sip演算法最精髓的地方 那要知道什麼是尺度不變呢 我們就先了解尺度空間 它的概念是引入一個尺度參數 透過連續改變這個參數 獲得多個尺度的尺度空間 那我們可以顧確定描述 那在左邊尺寸小的影像裡 這個尺度的紅色圓框 它可以框住整隻小機的指數 但然而在右邊尺寸大的影像裡 同個尺度的紅色圓框 卻沒有辦法容納整隻小機 但由於尺度空間中有多種連續的尺度 所以在較大尺度的圓框 就可以容納尺寸大的小機了 不同的尺度找到相同的資訊 所以不管圓圖的尺度是多少 在包含所有尺度的尺度空間下 我們都可以找到有興趣的資訊 那這樣就做到了尺度不變 那這點的算法主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剛剛去找特徵點 那原始影像在不同的尺度下 使用 Gaussian Threat 進行 Convolution 然後再利用 Continuous Scales 對 右邊的這個小圖 那我們利用 Continuous Scales的 Defense of Gaussian 然後來找特徵點 那特徵點的找法就是 在這個3x3 乘3的正方體 中心點的Defense of Gaussian的值 只要比周圍大或小 那中間這個叉叉的這個點 就會被選為特徵點這樣 那第二步就是建立Descriptor 那Safe的Descriptor 它是一種 KeepPoint Neighborhood Gaussian Gradient 統計結果的一種表示 那假設我們找到的 中間是一個綠色的特徵點 然後上面的紅色箭頭 就是這個圖像的T2 那我們將這塊4x4的T2 整合成同個位置 這個藍色的8個方向的T2 資訊 所以總共有16塊 所以8x16 128維度的向量 將中間這個綠色的特徵點 給描述出來 所以Descriptor 不但包含了特徵點本身 它也包含了周圍的像素點資訊 那這樣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特徵點正確配對的機率 好 所以最後我們就可以利用TN 然後去尋找相似的比例 所以就是配對 好 那接下來就到第二部分 好 那我們現在有了特徵點之後 我們就想要去把這兩組特徵點去做配對 好 那我們配對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想像說 我們現在的話呢 假設左圖的話 我們稱作叫Source Point 那我們簡稱叫PS 右圖的話呢 叫做Target Point 那我們希望找到一種 一組函數的映射 可以把左邊的這個特徵點 映射到右邊的特徵點 好 那這個要怎麼找呢 好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ComputeVision裡面的這個Clearmark Model 好 那只要給定我們的Source Point 跟Target Point 那我們想找到他們關係的話 這組關係可以用這個Clearmark Model 來表示它 那中間的這個矩陣呢 就是我們代求解的 我們叫做Homographic Matrix 好 所以我們待會的目標 是想要去求取這個Homographic Matrix 好 那在求取這個矩陣之前的話 我們先來幫各位回顧一下 可能各位的話 很常聽到說剛性變換 那什麼是剛性變換呢 剛性變換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把一個正方形 然後透過平移旋轉的方式 然後變成是另一組正方形 好 那這個當然沒問題 可是我們今天的特徵點的話呢 它之間存在關係 並不一定適合剛性變換 好 所以的話呢 我們引入了這個Homographic 它可以做到的是投影變換 那什麼是投影變換 投影變換的話呢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把一個長方形 變換到一個提形上 好 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就是原本 左邊這個藍色點 好 那它所在的位置是一個正方形 好 那我們現在透過投影變換的話 可以把它打到一個投影的這個空間上面 變成是一個三維空間的一個提形 好 那變成這個提形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透過一個scale 把這些點呢 拉回到我們的例等於的這個平面上 好 所以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原本的這個藍色是一個長方形 那經過這個投影變換之後呢 它就變成是一個提形的樣子 好 那這個投影變換要怎麼求解呢 我們就先接下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目標是希望去求解那個h那個矩正嘛 那我們其實把它做個整理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化解成一個線性系統 好 那其實這個線性系統 它有兩種化解的方式 第一種的話就是 你把它化解成s等於b 那它的right hand side是非0的一個向量 那針對這樣一個線性系統的話 我們發現說其實它的左邊這個a矩正 它的條件很差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這邊的話 如果我們的影像的坐標 可能它的range很大的話 左邊這塊 它就會 假設是100的話 它就是以100為量級的 左邊的矩正 那右邊的話呢 因為有s1乘上u1 所以你把它乘上去之後 s1乘上u1之後 它可能變成是以1為單位的這個矩正 那你去解這樣一個矩正的linear系統的話 那它的這個condition number很差 就導致說它的這個bevel error會很大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 我們直接去解這個s等於b的線性系統 好 那因此的話呢 我們這邊採取的策略是 我們不解s等於b 那我們把它化解成另外一種形式 把它換成s等於0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因為符號的關係 所以我們減記成h等於0 那h等於0的這個線性系統 好 那我們待會兒會講 那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想要找到這個h的話 我們至少要有這個8 它的自由度是8 那它至少要有4組的特等點 好 那我們現在要求給它 那我們先把這個問題呢 再化解成一個叫list squared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這個list squared問題的話 其實的話 呃 因為我們知道說 如果我們今天呢 單純去解這樣的一個h的這個矩正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去任意的拉伸 OK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乘上2 乘上3 乘上4 那它都是滿足這個h OK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h 它解出來的解是唯一的 所以我們特別去限制說 它這個長度是1 好 所以就變成是一個 呃 list squared的一個problem 好 那針對這樣一個list squared的problem 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再利用ray quotient的方式 把它進一步化解 所以最後的話 它的這個解法就是 我們直接去看這個h 然後a這個矩正 它最小的iGmail 對應到iGmail 就可以解完了 OK 好 那如果你更進一步想要去看說 欸 我怎麼求解比較穩定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說 svd分解方式 去求解v矩正 OK 所以v矩正它最後一個raw 它對應到的這個向量 就是我們的答案 好 那 那我們剛剛講完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特徵點 去求取這兩個 兩組特徵點之間的關係 這個當然沒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就是我們要求取這樣h的話呢 它至少需要四組特徵點 但我們這個h 我們這個特徵點的話 可能會有成千上萬 就是你可以收集很多個特徵點 好 那難道說我們今天要求這個h 我們要把全部特徵點用上去嗎 好 那你把它全部用上去 會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可能用上去的話 你的矩正就會變成非常大 那你解這個矩正就變成非常大 那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今天這個點裡面呢 還有alright的話 那就會讓你解出來的h 很不好 那很不好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不好的話 就會讓你影像評階 變得怪怪的 根本拼不對 ok 所以的話這是我們 用使用了一個演算法 叫做rainsec 那rainsec它是怎麼做到呢 就是我們今天先隨機取取點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至少是需要四組嘛 所以我就以四組為例 那實際上在做的時候 你不一定要四 你可以五可以六 好 那我們就先假設隨機取四個點 那我們取到的是 左邊藍色點 好 那我們左邊藍色點取完之後 我們呢 一樣去對應到右邊藍色點 OK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 左邊四組跟右邊四組 去求得這個h OK 那我們現在藍色的取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取不同的四個點 那我們就取橘色好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透過藍色這組點 得到一個h 也可以透過橘色這組點 得到一個h 好 那到底哪個h是好的呢 我們可以去算它的這個error 我們就把這個所有的點 去做用在這個h上面 然後呢 去計算它的這個 拼接完之後的這個error OK 那我們就看說error小的 當然就是我們要的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這邊假設說h1 它的error是小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 我們取得 我們規定 matrix的話 就是取這個h1 好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 透過這個rinsic的方式呢 所拼接出來的結果 好 那這邊想問一下大家就是 你們滿意了嗎 好 哪邊不滿意 好 第一個色差 好 還有嗎 要不要眼睛稍微增大一點 好 對 剛剛講的都是可能前人做過的 我們的貢獻現在才開始 好 OK 好 好 那剛剛那個rinsic 看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但其實沒有 所以我們利用sip 跟pomography 然後大致這樣聽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說 剛剛有人講到射殺跟 那個椅子爆掉了嘛 對不對 那原因就是 因為rinsic它的隨機性 不能保證 每次都找到很好的配對 然後在我們這個case幾乎每次都是有瑕疵的 所以我們就想要找原因是什麼 那想必就是有太多的錯誤的特徵點配對去影響結果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特徵點的配對比 那左右兩張以上的配對點會兩兩連成影響 那可以看到 非水平的配對線都是錯誤的配對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些錯誤的配對塞出 那第一個我想到的就是 在這個重疊區域外 這些配對其實都是沒有用素的 然後還會影響到的配對結果 所以我們不如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塞掉這些用不到的特徵點 那我們根據這個拼接方向 將左右兩邊1 3分之1 非重疊的紅色XX區域的特徵點塞掉 好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好一點 那再來我也相信剛剛有很多人想到 可以用斜率塞出來 好 那所以我們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就是透過斜率呢 篩除Outlier 那不過我發現在這個 拼接影像大小不一樣的時候啊 這個配對線的斜率可能最多會有3個分布這樣 所以這裡這樣就會影響到這個 標準X篩除的效益 所以我將影像屬於拼接方向畫分3區 再分別利用剛剛這個方法2再篩選一次 然後去提到這個篩選效益 OK好 所以其實我們基本上就看不到錯誤的配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用簡單的數學去修好影像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解決色查的問題吧 好 我們接下來解決剛剛這位先生提出的這個色查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面臨到的問題是 我們要把這兩張影像它的重疊地方把它融合起來 OK 重疊這地方的話你把它取第一張或是取第二張這樣都很不公平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去定一個Mask 那這個Mask的話呢它就可以去知道說我們第一張需要多少權重 然後第二張需要多少權重這樣子 那理論上我們希望說假設是第一張影像的Mask 那它離第一張影像越近的話 這個Mask值要是越大的 OK 那如果今天是第二張Mask的話也是一樣的 它離第二張Mask 而它離第二張影像如果越近的話 這Mask值也是要越大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希望這個Mask 它的這個指定出來這個效果大概要如我們這個顏色所呈現的 好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用數學方式把它描述起來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好 那首先的話我們就可以先計算它距離這個邊界到底有多近多遠 OK 所以我們先計算它的距離 好 然後再用各位高中學過這個分點公式去決定它這個Wate到底要去多少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來說我們這個W1跟W2最後取成這樣子 好 那示意圖大概就如這個右邊圖所示 好 你看我現在這個P點它是離這個image1比較近 OK 所以它的這個D2距離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它這個W1值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同理它離這個D1這個值比較小的 所以再搞說W2它值會比較小 所以就做到的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今天它離第一張image比較近的話 那這個W1要是大的 然後W2要是小的 好 但這樣做聽起來很直觀 沒錯 好 但我們實際上拼起來效果就會長這個樣子 OK 好 大家應該看到就是我們右邊這樣的圖 它是有鬼影的 我以為我來到了異世界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解決這個鬼影的問題 我先問問看就是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要怎麼解除這個問題 好 好 那我就直接講下去了 好 那我們現在目標是想要去定出一個平滑的一個math 好 那這樣的平滑math的話我們怎麼去描述它呢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PDE的方法 好 那在PDE裡面的話呢 我們其實在教科書裡面其實很常見到就是Person Equation OK 那Person Equation的話呢 它的解 解出來那個解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平滑解 我們今天不談太多數學 OK 好 那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去用一個Person Equation去描述它 描述它內部 好 那邊界的話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邊界的話就是它如果是離這個image1比較近的話 OK 希望說它比較大一點 OK 所以我們就給它一個邊界條件 好 OK 好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的話就是有了這樣的一個W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透過這個組合的方式 得到說這個image拼出來的這個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面臨到的問題是 這個東西是一個連續的描述方式 那我們現在希望說可以把它離散掉 好 那離散的方法的話呢 就是透過大家手指這個final difference的方式 好 那這個final difference的話呢 它描述出來就可以把它劃解成一個是一個線性系統 那這個線性系統的話呢 可能講起來會有點複雜 OK 但是我們講其中的這個精神 好 這線性系統的話 它大概解出來的這個解的大概是800多萬的一個線性系統 那我們今天面臨到800多萬的線性系統 如果你直接使用MateLab的反圖 你大概掛掉 那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疊代法 疊代法的話 比如說像大家手指可能是利用DN DG DG是一種嘛 那SHOR也是一種 好 可是這兩個方法我們試過 它可能解出來 你可能需要等到3到10分鐘都非常慢 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採取的一個tree condition 是使用的是CMG Combinatory Multi-Grid的方法 那這個CMG的話呢 它可以讓我們在短短的十幾秒內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解 OK 速度變非常快 好 所以大家需要可以計算 就非常重要 可以幫助你加速這個線性系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今天使用Parsol Image Branding的話 那聽出來的這個效果就會變得非常好 基本上剛剛的果然就消失了 就變成是一個非常平滑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image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問題是 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交為客戶的話 會覺得怪怪的 如果你今天相機拍出來的影像長這個樣子 你可能會不太滿意 好 那不滿意 為什麼不滿意呢 因為我們不可能我們的真實影像會長這樣子 我們通常會把它做一個採切 我們變這樣 這樣就稍微完美一點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心理的對象 剛好坐在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你把它這樣採掉 那不是很可惜嗎 OK 所以我們要想一下說 我們有什麼一些數學技術 是可以讓這些 讓這個不規則的這個形狀 變得比較規則一點 什麼意思呢 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可以讓這個不規則的這個形狀 透過一個數學函數的影射 變成是一個長方形 那這邊會用到的方法就是 在計算機圖學裡面 很常用到的方法 好 那我們來簡單用圖示的方法來講 好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希望說 我們想要找到一個數學的影射 然後可以讓它從不規則的形狀 然後變成是一個長方形的domain 好 那怎麼做 好 我們首先的話呢 一樣也是先解一個pd問題 那這個pd問題的話 我們是針對x座標去解的 我們會把這兩條 OK 這兩條 然後呢一樣打到這兩條上 然後中間的這個內部的話呢 它會滿足這個 剛剛講到這個爬送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x座標給解出來 OK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要解y座標 那解y座標的方式也是一樣 我們希望讓這個折線的這個地方 然後打到這兩條直線上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pd去決定我們的y座標 好 所以的話呢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的把這個 不規則的這個形狀 打到一個正方形上 好 但是我們知道說 原本是一個很像長方形的東西 可是它現在變成是一個正方形的 怎麼看它的這個伸縮都有點怪怪的 OK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決定的是這個s跟y它之間的關係 那怎麼決定的呢 好 我們希望呢 他們的這個角度的施針要有最小 OK 那角度的施針要有最小的話 就是我們去定義一個拉伸的函數 那這個呢 α就是它會把這個我們的x座標呢 乘上α倍 好 那把x座標乘上α倍之後 好 我們去看看說 你做完這個結果跟原始的這個角度 那它的這個差距要最小 我們去求這樣的α 那這樣求完這個α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x座標跟y座標比例了 好 那得到這個比例之後 就變成是一個小小的一個image 好 那在根據你給定的這個 你希望它放大多少 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拉長成 就是一個長方形的樣子 好 那實際上真實在做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定義的這個 指呢 是定在三角網格上 所以我們還要透過插值的方式呢 去把它插回到我們的這個標準網格上 好 那整體的演算法呢 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變得非常可怕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用剛剛的圖示來表示就好 好 所以呢 透過我們這個 函數的這個insert 我們叫做confirmation 因為我們剛剛過程中 我們希望說它角度次生最小 所以的話呢 它的結果就會讀下 左邊的話是原本沒有經過confirmation 然後右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經過我們這函數insert的結果 OK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結果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 因為今天天花板 它原本是一條直線嘛 大家可以看到 天花板有一條直線 可是透過我們這個寶角的轉換之後 它會變成是一個折線 OK 這個是沒辦法避免的 不過如果今天拍的是一個天空的景象的話 那就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天空在怎麼變眼色還是天空 很藍色的嘛 好 那接下來交給靖恩 所以經過了這四個步驟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很完美的去拼接影像 那我們就來看看其他例子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喔 這三張影像分別是由幾張影像去拼接而成的 你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拼接痕跡 那這邊給大家猜個5秒好了 喔 可以啊 都是兩張影像 然後兩張影像 好 那分別是9張然後2張跟7張拼接而成的 所以如果你剛剛沒有猜出來的話 就只能說 我們就應該能說服你說 我們的拼接效果是有完美的啦 所以回應到我們的主題 大家剛剛還記得我們的標題是什麼嗎 就是主持人很不想念那個標題 就是 How can we perfectly and rapidly teach images 對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做到 perfectly 那 rapidly 在哪裡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展示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是直接挑戰現在目前市場最強的不像定義玩 photoshop 那我們先跟這個photoshop 這個 linear control 的方法去做比較 然後照片是兩張1080T的影像 然後兩邊都限制在CPU上面跑 OK 好 所以 可以看到這個 右邊這個photoshop 它沒有拼好 然後還更慢 你可以看到它的電話板是沒有拼好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跑 對 2點多秒 對 那photoshop的預設呢 它是用一個非線性的填封 那我們就是用它預設的方法再跑一次這樣 對 它預設的方法就大概是5.27 所以 我想這個結果就是 稍微可以告訴大家說 這個 我們的方法也是reactive 這樣 好 OK 好 好 所以最後我們有一個小結論就是說 學好科學計算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robot 然後還可以加信的方法這樣 然後我們就有運用一些小trick 然後去增加這個indice teaching的效益這樣 好 然後 結論就是我們 確實發展出一個M2M的 indice teaching的 一個sifter這樣 OK 好 所以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大使協助 好 謝謝大家 感謝兩位的分享 那請問在座有人要問問題的嗎 好 好 好 賣客風喔 你看最開始在講feature的時候 每個點都是一堆向量對不對 那個feature是怎麼抓出來的啊 你比較兩張圖的feature嗎 是哪個圖 在跟前面一點點 對 前面一點點 欸 對對對 這個嗎 還好動畫 對對對 這向量是什麼意思 是指說例如說pixel的gradient嗎 用這種方式抓皮圈嗎 對 就是pixel的gradient 喔 OK 所以 兩張圖每個pixel都可以算出類似 它的pixel的gradient 然後在前把前面一批兩張照片的這個部分 對 對 就是它把每個pixel的gradient去做一個統計 然後所以 就從這個 從這個4乘式的這個就可以統計出 它的puffer就是 4乘式然後統計出這個八個方向的 一個T度之心這樣 那它為了要描述中間這個綠色的特徵點 它總共用16塊這個八個方向的T度之處 所以就是8乘式用 128維度的一個向量去描述這個特徵點 嗯 不 不 OK 好 謝謝 訛 厚哥 喔喔喔喔我知道我知道 OK 謝謝 當你有多張image要做spinching的時候 你是兩張兩張拿來spinch嗎 就是你可以說先1號2號 然後做這個結果,然後拿3號進來 它就是全部一次拿進來 那為什麼是選擇這樣做? 程序上確實是一張影像,一張影像 那所以你如果有很多張影像的話 那你先後順序是不是會影響到結果? 會 那方便幾天的話,我們是還沒有自己做出一個 可以讓它去找到正確的順序的一個程序 但是,是有很多方法 就是比如說,你就是相互去比較說 它的配對線的方向就是 是一個正常的分布 那如果它就是很混亂的話 就代表說,這兩張影像它不足是相比的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去找到正確的順序是什麼 對 謝謝 謝謝,謝謝電影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讓你們做這種 就是,你會覺得是兩張影像去做 就是,你會覺得是兩張影像去做 還是可以多張? 對 你怎麼講? 你們是兩張影像去看它,就是 希望能選一下一個什麼,就這樣子 對 那可以 譬如說,那個是 連續的人 都可以拼來 可以多張一起去做的 或是 還是只能做兩張? 在程序上的話,兩張會比較 比較符合這個做法 因為 當我兩張拼完了之後 它就可以變成一張 那我就是這一張拼完的影像 再去跟下一張拼 那程序上就變得很方便 對 主要還是兩張? 對 主要還是兩張 但如果兩張差距有點大 就是 經過這些事情 像它會不會 還是會有些 就是 可能沒有很深的設計 目前是沒有遇到 因為我們已經 把這個照片 破壞了 讓它射殺得非常明顯 對 正常來說是 它會遇到這種情況 對 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看到那個三張 你剛剛叫我們猜的時候 突然間 看到最下面那張的時候 突然間想到 iPhone有個全景照片功能 它是不是也做了類似的事情 好 我先倒一下那張畫面 應該看起來很像全景照片的感覺 對 就像這個 它裡面背後 不知道是不是也用了類似的技術 還是 不然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公開論文 然後你們有看到過這樣 我記得我以前好像找過 說Apple已經做到 但是 我是沒有找到 相關的 的文章 所以 OK 謝謝 你覺得Apple是可以的 也真的有點像全景照片的感覺 對 它其實拚完就會是全景照片 所以說 這種技術也可以使用在製作 就像我們剛剛如果人數更多 大家在台上拍照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左右各拍一張 我們再把它跟起來 對啊 等一下再來拍一張 下次人多就找我們 我們現在都可以拍 OK 對 你竟然用這手機嗎 現在拍嗎 現在拍過去 現在拍起來很恐慌 好 那我拍一下 好 我們再把它寄給主辦方 好 那大家先不要動 不然會被那個 不然會被那個 不容易回選 對 好 對啊 現在很多都有 資源全景照片 對 資源全景照片 對 對 好 還有 還有任何問題 對 我看到你 UFDD解 那有一個 Lubile representation 但是你的邊界條件好像不是很複雜 為什麼不用其他方法解 一定要用 數字解 老師講的 對 你這邊有 Lubile representation 對 對 那為什麼要用 數字解 應該是前一個 數字 compromile representation 前面 我忘記你解什麼了 對 這邊 你這邊的檯件蠻簡單的 對 那 有什麼理由一定要用 PTT解嗎 有時候 老師說 FDTT 你這個就用FDTT解 F DTT Find a difference 對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沒有解析解嗎 老師有更好的 所以Find a difference 我講錯了 Find a difference 你是用Find a difference 你自己的問題嗎 對 那為什麼有複雜 這沒有解析解嗎 呃 我有嘗試去想辦法去導致解析解 不過它的問題是 這個Domain是不規則的 所以我暫時還沒有想到一個 比較好的描述方式 對 如果它這個Domain是比較 有像長方形好了 我甚至我可以對它做快速複零 對 它矩測比較快一點 可是問題就是 它現在是不規則 對 喔 還有要問問題的嗎 喔 喔 我想再問一下就是 你們兩個影像拼起來 然後比較 就是你們有沒有 一個評估的標準 還是就是人眼看 誰的心目指就行不行 還是你們會有一些 其實數學上有些評估的準則 就是 欸我現在 心目指到可以說 90分 或心目指到70分之類 我們沒有想要評估的 我們之前想要評估的對象應該是 我們到底評得好不好 好 但這個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 我們有待 設備評估整個系統中 這個問題 其實還沒有想到一個好的方式 不過你提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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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現今許多DebtRainting方法 他就用這種方式 對 因為要補充 我之前有想過 所以就是說 我們把已經拍好的一張影片想到 開關就很多 然後我們再去對他做一些投影變化碼 我是覺得蠻奇怪的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有人這樣做過 沒關係請請請 對 因為之前工作的關係 我有接觸到 應該說就是有接觸到 就是說用DebtRainting去解你們的這個 feature point matching的問題 對 然後我在想說你們用Sift的理由 應該只是因為它快對吧 對 因為如果是講準確性的話 我至少 我自己有用過 而且覺得蠻好用的一個model 叫做 Super point 對 然後你們 你們知道嗎 對 對 它的效果我自己至少在實務的 測試上的結果 比 OpenCP裡面這些實作 譬如說Sift 或者是其他一些feature point 我自己的經驗是 它match的結果都還蠻不錯的 甚至 它可以match到比較多的 它可以有比較高的match的機率 而且準確率也蠻高的 這樣 對 那 我不太確定你們 當初選擇Sift的理由是怎麼樣 其實這種傳統方法 Sift 已經算是慢的 慢的方法 但其實我們有試過 Sift的 進化 就是說Sift 但是在我們的實作裡面 我發現 Sift所找出來的 等等 不好 然後 會 會讓這個拼接的效果變差 那 因為 因為這個系統 我們考慮到它的速度 其實已經算快了 所以我們就 乾脆就用Sift 然後再去用我們找一些Trick 然後去把不好的東西塞掉 那 針對DeepLay的問題 我想要先問就是 就是 使用SiftPoint的話 您是自己勸過 還是說 就是 所以只有 CheckPoint 只有 CheckPoint 可以自己用 嗯 了解 那 我想要問就是 這個會受到不同Domay的影響嗎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 Deassets 可能跟當初它Train的Deassets不一樣 我自己用 因為他們當時用的 他們有分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有點時間 我可能有記錯 不過如果有記錯的話 就原諒我 對 他們有分所謂的 Indoor Model 跟好像還有Outdoor Model 就是說他們用的 Trainin的Deassets 主要是 Indoor的環境 還是說是戶外的環境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有這樣的分比 可是如果假設你們都是 譬如說都是 Indoor的環境 我用我自己的照片 就是去套用它的Model 去做Matching的話 就是 效果是不錯的 對 所以看起來沒有 他們對於 但是他的Generalize的能力 還算不錯 對 你應該想問你們這個 對 謝謝 我常識也有想要做過 但目前還沒有常識 對 謝謝